在1953年 美帝那个和谈阴谋被揭穿 才要望出疯狂北窜外战南朝鲜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阴云涌到安平山 在他山上盘踞着美丽的王牌军 号称长盛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在1969年 晚上5月22日 坐火车 两天一休 李俊英 我只要得病是老吃药 我一直大脑想起来的事 都有了吧 咱们制性科健科是08年 李俊英大概是09年过来的 叔叔我来这的时候 咱们基本上状况一直都很稳定 也很适应这里的生活 李俊英就是这么多年 她的棋子对她也不离不弃 就是一直都每年都来看望她 给她过十二日 陈建明的变化我感觉不大 始终就是不太说话 陈建明的家属也不错 就是都是兄弟姐妹 年龄都比较大了 大老远的也都过来 然后也给她带吃的 陪她带好几天 回家开开谢谢您的啊 快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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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大儿子 来看着来了 看着来了 王八大革命那里特别乱 所以我父亲这个 给定姓万的 私请当中的私不请 就这么给她怀疑成 就是说特仙 她本身身体特别好 而且得需要的是 瘟疫骨干分子 就喜欢垂涎的从小 就找瘟疫病 找瘟疫病了 结果那个 一证神呢 因为这个问题 你想要特仙分子的家庭 那个子女肯定就是熟实在的 就不能要啊 哎呀挺可怜的 她犯病犯特别厉害 上医院去 就得捆她 她好像特别有暴力的行为啊 她就喊共产党万岁 毛细万岁 我是解放军 在后来一系列 再连队又给她 南派农业连队啊 又给她上这沙里去 上市回家 哎她这一系列问题 她就想不开 事别因为这个父亲问题 影响她了 咱说句咱共产党是 伟大正确的 但是在那个政治运动当中呢 我们二姨这个家庭呢 受到了冲击 造成了这个家庭 受了冲击 当时那种社会呢 不能埋怨 就当时那个历史背景嘛 要这么细想起来呢 就是在 就是那种政治运动的 受害者 但是我的哥哥姐姐们 不埋怨 都有支付 就记得很远一点 这一辈子 对吧 人的一生 让人自己经历都远 白来一世 可能是七七年三月份 认识的她 79年元旦结婚 80年年底啊 涨工资 人家都是谁跟谁好 人家画谁 她呢 不会去拉拢这些人去 可能就没有人偷她 她说这工资我也涨不上 要不咱就离婚了 你说她这一说话 我眼泪耍耍掉 好钱 81年开村她就病了 那有一次她说外边正变了 你知道吗 三点多钟她下楼了 她说外边正变了 人们都拿着枪 来了都大兵 这样子 她就低着这斧子 就下楼了 所以说我真的是 没办法 她那工睡觉的时候 震她底震菜刀 孩子看见了 我没看见 孩子说 爸爸呀你不怕 你菜刀碰了你脖子 你说可以开洞吧 可以开 开吃 开帮子 在东北的时候 我妈妈每天上班 然后 饭我爸爸做 东北那边天儿比较冷 回来以后就是 主动把这个衣服 撩起来露着肚皮 然后让我妈 给我妈捂捂手 然后背着我妈走 这个从大门 到家里边的这一段 就是看着挺温馨的 但是到了就是自己 发病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像 什么东西附体了一样 就感觉她就不是她 那阵 跟我妈妈还说过了 我说我感觉 你在我心里就是一棵大树 我的命是孩子给的 第二次生命 他有病的时候 我真的想千条路万条路 没有我走的路 所以说我的孩子 是我的精神支柱 没有孩子 我觉得我更没有活着的价值 幸福 兴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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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